话重点带您看新闻焦点近期两岸的关系紧张 频频有共击绕台 甚至呢入侵我国的防空识别区之外 我们带您看到澎湖的渔民他们在捕捞小管的途中 也赫然发现中共解放军的核潜舰露出了水面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呢 他所在的位置是在北纬跟东京的这个交界处 虽然呢距离我国的领海还有一段空间 但是由于呢渔民作业的时候 直接清晰可见 看到了这094型的弹道飞弹核潜舰露出了整个潜舰的上缘 也就是军事名俗称的龟背 而距离海峡中线的西侧是24.7海里 虽然呢没有渔越中线 但是这种大型的核子潜舰同时可以搭载 这个非常多远程的弹道飞弹的重武器出现 也让渔民觉得相当的紧张 立刻拿起手机拍下来跟国防部来进行回报 那么根据了解呢 澎湖渔民目及时的这个潜舰事后 国防部也已经确认就是094型的弹道飞弹核潜舰 目前中国大陆的解放军海军已经有现役6艘这个核潜舰了 08年首艘开始服役 它的排水量呢可以来到11000吨全长133公尺 宽度呢是12.5到13公尺 而它的厉害之处在于这项头的龟背设计 目的就是可以让它容纳12枚的巨浪三型飞弹 而这款类型的飞弹呢 其实它的射程可以突破万公里哦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远距打击的力气 同时这个核潜舰呢除了是核动力之外 也可以携带三枚的核子弹头的飞弹 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龟背设计 虽然在海中航行的时候噪音比较大 但是同时这也可以增加它能够装载的飞弹的数量 而这个照片曝光之后让外界好奇 到底为何这个核潜舰会出现在金门以南澎湖以西的海域 而且照理来说核潜舰是不必上潜也可以完成长时间的航行 为何会在台湾海峡中间上浮呢 也一起人一斗 大型规备肉眼清晰可见 彭湖一鸣18号清晨5点出海进行捕捞作业 竟然遇到中共潜舰 看到对面潜舰浮出水面确切位置 就在北纬24度00分 东京118度22分距离澎湖相对遥远 比较接近金门 距廖楼湾只有25海里 距海峡中线24.7里 航行路径都在中线以西 提醒于民尽量避开 因为根据外形推断 这艘潜舰应是中共094弹道飞弹核潜舰 服役自2008年排水量超过1万吨 舰上可携带12枚巨浪三型飞弹 显眼的旧型规备设计容易产生较大噪音 不过094核潜舰之所以浮出水面 一度被怀疑 是在进行故障排解 前海军舰长却不这么认为 也就是说会浮到水面之上 或许是基于轻收考量 台北澎湖报道 好核潜舰出现在澎湖的海域 那么对军事专家来说 这样的举动其实相当的不寻常 刚刚专家也提到了 其实台湾海峡这个海域呢 它的深度大约是在60公尺 可是这种核潜舰最适当 他们运行的环境跟条件 最好是50到100公尺 所以一般来说他们会在巴士海峡 或者是太平洋海域移动都不足为奇 但是出现在这个领域会不会实际是要回归母港 而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导致他们得浮出水面呢 而除了领海之外 领空方面从6月17号上午6点 到6月18号上午6点总共有共击 20架次共建7艘次再度老台 而且观众朋友我们带您看到 它是呈现三面包夹的态势 除了我们的台湾海峡之外 还有南部的巴士海峡的领空领海 以及在这个东南方 其实都有共击共建在活动 所以其实虽然国人看不到 但是解放军的动作在台湾四周 仍是十分的活跃的 所以这一次渔民呢 直接在澎湖海域看到了 这094的核潜舰浮出水面 到底原因为何 背后是有战略目的 还是这个核潜舰有不得已的原因 必须浮上水面呢 我们带您看到专家其实有三方面的分析 首先是前海军新疆舰的舰长 吕施礼他就特别提到了 透过比对共军潜舰的浮航处 他应该属于这个海基线以外的 110.98海里 这个是算于大陆的领海之内 所以呢他浮起来的这个位置 似乎也没有侵犯到我们的领海 还有台海安全延细中心的主任 梅富兴也觉得比较合理初步来解读 应该是这个核潜舰他正在北返基地 或者是要回到船厂执行定期保养等工程 那么根据过去解放军公布的资料 类似的核潜舰他们部署的位置呢 其实是位在南部战区或者是北部战区的 反倒是东部战区呢 比较不是他们比较活跃的战区 还有国防部的智库国防院的学者 淑小黄也进一步表示 他说中间还有共舰护卫 也有可能是遭遇到故障等原因 让他不得不浮潜 而浮潜的同时呢 也需要有舰前来护卫 那么国防部长顾立雄 到底有没有掌握到类似的情资 今天在立法院也被记者团团包围 他说其实国军全程都有掌握 而到底是故障 还是他的出现是有战略的意味 顾立雄倒是 余待保留 澎湖的渔民今天早上清晨的时候 在海茶中线这边发现了中国的潜舰 扶出海面 国防部长有掌握到吗 目前状况 对我们有用相关的情见证的手段 已经有所掌握 不过详细的 见证的手段 我想不宜在这里透露 目前有掌握到是什么样的践行吗 是意图为何 我想详细的部分 我想我们就暂时保留 好不好 口风很紧 国防部长顾立雄 说都有掌握不够 中共潜舰在台海上浮一年内 已经是第二次 澎湖渔民在目击目斗与西北方 有一艘大陆潜舰 罕见浮上水面向南航行 时间是2023年7月23号的早上八点 当时研判疑似为中共零三九行送级潜舰 不过因为隔天就是汉光演习 格外敏感 去年的状况 我现在记忆中没有 所以融合在那个了解一下 当时顾立雄还是国安会秘书长 不过拿中共潜舰两次上浮的坐标比对 都是北纬24度 东径118度 差别在分度而已 两个位置相距不远 等于中共潜舰一年内 在同区域两次上浮 与其说他要去宣示 只是去表达他的一个南北之间的兵力 在这个运送的过程是 比较是经常会出现的 是故障还是威慈台湾留下想象空间 尤其中共094型核潜舰主要的任务 非攻击水面舰 核子动力的弹道飞弹潜舰 从北方就要移到南方 那也代表其实今天在南海这一带 他可能会积极的去建设 他水下的一个战场 不过共军机舰持续扰台 国防部公布 截至18号早上6点的过去24小时 有20架次共机来扰 其中12架次 预越海峡中线 进入西南和东南空域 更有一架次无人机 距离俄轮比越39海里 台湾周边也有七艘次共舰 共春天天围台恫吓 中共潜舰上伏的目的 也让国安单位持续紧盯 TVBS新闻林玉成的听听台湾到 不过其实很多军事专家也说 这个中共的核潜舰 对于他们海军 积极建军扩张海权来说 具有两层意义 第一个就是他们有核打击的能力 还有远航的军事行动的实力了 而刚刚我们也要问您跟着 这是前海军新疆舰的舰长 李施 他其实也有透过比对这样的位置 发现其实他们的浮出水面 似乎没有要来展现 入侵我国领海的这样的意味 所以呢 这个话题也持续在澎湖当地的渔民 继续进入讨论 因为接下来呢 这个在小管级他们去捕捞渔获的时候 会不会时不时都会看到解放军的舰艇 甚至潜舰陷踪呢 而今天拍下了这个核潜舰的规备完整照片的渔民呢 其实还在海上进行作业 而国防部说了 其实过去就会常常鼓励在海上作业的渔民 如果发现解放军有可疑的动作或是勤资 募集到了船舰的话 拍照都有奖金可以拿 拍照回报 并且呢 要告知国军到底在哪个位置等情报 如果被采用的话 可以领取3万元的奖金 如果金钱的价值高 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加码 但是不是在哪看到都会有奖金的 有几大前提条件 第一个必须是在我国24海里发现陆舰 有可疑行动的话 有奖励金 那如果是一般的公务船 也有2万元的奖励金 其他国际的军舰公务 或者是科研船只也可以领到2万块钱 就是希望渔民朋友 他们在作业时也能守望相助 这次海军贴在渔会的海报 呼吁渔民出海 有看到船舰 麻烦帮忙拍照通报 汇发奖金给你 有人真的领过钱 在台海中线附近作业凑巧发现军舰航行 海军的奖励办法 是若在我林街区24海里内 拍下中共军舰就能拿3万 大陆公船和其他国家的船舰 有2万元 若在24海里外则疑虑1万元 但不是拍下回报就好 情报要有船的缺陷位置 先号舰行 通报的船长要是我国国籍 而且以首艘回报者为优先 军事粉专去年曾贴出6月底和12月拍下的俄罗斯和中共军舰 可海军海巡早就盯着这些就不算了 这几年有没有增加这个趋势 通报的这个趋势 没有缓个降低 我们大概112年是通报一件奖金1万 111年是通报三件奖金3万 在之前的比较多 来看看海军近5年成功发了多少奖金 最高峰落在2020年借获15件通报 发了16万元 2019年至去年全部为军舰 澎湖的渔民发现这个潜舰 那根据海军的这个奖励办法 又有媒体说可以拿到3万 那这样到底 详细就不定 我想会由叶克尔南卫来主则 认定以后我们会做 军民合作也是好事一桩 毕竟捍卫海江仍人有责 TVB的新闻林玉成留听听调报道 不过中国大陆呢 非常积极的在海上建军 最主要的目的 过去呢 其实他们是以陆权为主的国家 但是随着国力开始强盛之后 似乎也希望能够重新制定 整个亚太地区或是南亚地区 整体的军事话语权 那么朝海洋发展 就成为了中国大陆近年来的重心了 除了刚刚看到的094的核潜舰之外 另外一个海上利器就是航空母舰了 因为近期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福建舰 不断的进行海上的试验 而且正式服役是否开始倒数计时了呢 因为在5月1号到5月8号 首度海事的时候 他就透过央视军事证诸多媒体的镜头 展现他的航速还有操作 甚至可以在海上逗退撸 还有八字甩尾的情况 那么根据中国大陆央视的说法 这个试验已经来到了预期的效果 而5月23号的二度海事 仅间隔两周再继续进行 测试的条件更为严格 并且把这个福建舰的性能 逼到极限状态下运转 推测到2028年 就可以形成完全的航母航舰的战斗力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核潜舰失踪 过去这几年呢 中国大陆频频的在航母上面多有琢磨 也显示他们扩张的决心 在汪洋上平稳航行 大角度右转后的水面航机也干净利落 中共海军东东三型航舰福建号 在5月初按进度完成海上测试 官方也使出了最大力道反复宣扬成果 事实上头一回出海能验证有限 山东舰在做的时候 他第一次海事大概就三到四天而已 那这次他搞到九天 但是他八天他就结束就回来了 但这次可能队位稍微大一点 一个是要找出问题来修改 另外一个就是要 未来可以写出他相关的操作手册 既定之类的 所以他会经过很多次的一个海事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纯粹就是船出去跑一下 因为他的舰载机等等都还没有上去 中午大陆官媒事后也指出 这一趟只测试了航速操作等基本性能 以及动力运作跟电力系统 但从外观来看 除了空荡荡的飞行甲板 更显得福建舰吨位庞大 其余的设备细节仍在深水区 他的四面的这个向位阵列的天线 其实他的角度 也已经跟山东舰不太一样 他的更偏向就是船旋两侧 这个也就是因应未来 可能所遭受到饱和攻击的时候 因为无论是攻船飞弹 或者是现在可能面对的无人机 都是从左右旋攻击的可能性 那他在船手的前方那个两侧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有光电的征收系统 实际的目的 可能是因应跨界直无人机的攻击 设计上看似对未来的战争景况 有着更多考量 使得国际之间格外细旧 福建舰的能耐 像是8万公吨排水量 世界上只逊于美军的核动力航舰 也远超过解放军既有的山东舰 6.6万吨 和辽宁舰的6万吨 美国智库CSIS更预估 福建舰舰载机的数量将达到60架 加上电磁弹射如果到位 兵力投送能力将跳跃性突破 就像是055的万吨驱逐舰 它在2017年下水 2020年成军 可是它的实际吨位 13000吨 我们是到今年2024年的时候 它的央视才实际宣布这个数字 那对于福建舰也同样是如此 人是莫测高升 那如果顺利的话就是2025或是2026会纳入到海军的系列 那我纳到海军以后 我开始要去发展训练我的人 然后再来跟其他舰队做编队再训练 可能还要两到三年 所以这样加起来就像2026成立 那能够变成是真正有战力的像山东舰这样子 可以到处带着编队跑 可能就是要到2028左右 开工没有回头舰 福建舰入列服役到形成全战力 只是时间问题 也将让解放军成为亚洲 率先拥有三艘航舰的优势武力 现在也在大连海市的辽宁舰的话 它其实已经改得更像山东舰 那我们可预知的未来 也就是大概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 山东舰也要进行入屋级的 那个场级维修的话 它会改得更像福建舰 因为解放军它实际上 它对于第一岛链 甚至第二岛链的掌握 甚至还有印度洋的掌握 它需要两艘以上的航空母舰 为了国家拓展海圈 而打造的庞然大物 主要用途是为了远洋部署 或是阻止美国和盟邦 大兵力介入区域争端 中国的利益到哪里 它的航母就要到哪里 那当然这个部分也可能会引起 所谓中美在印太地区的 一个安全困境的产生 因为产生军备竞赛 特别是福建舰 一大目标是搭载逆宗舰载机 也让今年4月 日本把加贺号护卫舰航舰化改装 看似更像中共军力扩张的 外影效应 我想这个加贺号它原来是 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如果改放这个F-35B的 这个战斗机的话 那显得意见它都有攻击力量 日本它为了要攻击最佳防御的 一个所谓的安全保障的 一个转型的最佳写照 情势持续紧绷 大国强军洞见观瞻 两区域内的每一份子 不得不料笛从欢 TVBS新闻 但徐坤山业主猜不到 不过说到廖提从欢的心情 是不是随着两岸陷入冷冻期 而后又有屡屡的军演剑拔弩张 所以呢很多民众心中的警报 还有雷达也开始绷紧了呢 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金门廖罗湾的东侧25海里处 刚刚为您报道了 有这个094的弹道飞弹核潜舰出现 但没有逾越中线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今天在西头 有民众度假的时候 抬头一看 发现怎么有一颗空飘气球 而且形体相当的巨大 就担心 这是不是中国大陆的间谍气球来了呢 不过国客会出面表示了 这其实是他们委托台大的 气象空飘气球 天空中一颗白色圆形物体游客 望向窗外还以为是月亮 结果发现会飘动 加上近期大陆找台动作频频 怀疑是不是看到了间谍气球 好像有月亮 结果呢 把它用照相照下来 是一个气球 会联想说是不是 是一个空飘气球 刚先生到南头鹿谷席头出游 无意间看到这颗白色气球 一路往市区方向飘 同团的其他游客也都目击 立刻拿手机拍下 不过其实这颗气球 不是别人是台湾的 博士也提供释放这颗气球前的照片 这是国客会委托台大的研究案 这颗气球叫做激流气球 目的是要测量环境中的温湿度 还有大气压力 纯粹是研究用途 他也提到其实间谍气球 和激流气球最大差别 间谍气球通常因为要长时间漂流 体积会比较大 随着方向飘移动范围也大 而激流气球主要是侦测局部环境的温湿度 和大气压力 体积比较小 漂流的范围也小 而且有拉线不会飘远 国防部也回应 从两点研判不是大陆的空飘气球 第一是每年11月到隔年3-4月间 大陆释放空飘气球会比较频繁 目前的风向条件是不利于气球飘向台湾 第二是气球到台湾时 其实高度都已经有两三万尺 用肉眼很难看到 TV全成家贵南投报道 TVV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本集结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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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